另外一人历经在去年因病休养睽違9个月 重拾主持棒 那么付出的代表作呢是一个料理节目 制作单位大阵仗请来将近40位厨师 可以说是料理节目的首例 另外受到大家关注的是 这个陶金颖的关系跟这个历经一向是微妙 而这一次呢两个人的这个节目都在同一家电视台 各界高度关注 两人是否能冲着电视台的面子话题为有 一身身蓝长礼服大露事业线 麻辣天后历经率领两位猛男出场 气势惊人 回位9个月盖石主持棒 进攻完间7点时段 而且还是美食节目 记者会上主办单位大阵仗 请来东西帮30位厨师替历经站台 其中8位师傅还带上自制吉祥菜 预祝收视长红 节目播出时段强碰他台料理节目 主持人标榜行男 历经说自己用美色影展 市场上本来就多元化的 就是一个东西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给他鼓励 希望他能够再进步 那我们可以做的呢 就从中间去学习更多的优点 然后尽量把它在这市场上扩大 有国际性 去年因病休养 刚付出的历经气色和精神 看起来都相当不错 和陶晋云之间关系以下为妙 这次新节目和陶子刚好统电视台 外界高度关注 两人能否话题为有 还没主持之前 他也是我心目中觉得非常好的主持人 然后可以的话 我当然愿意去上他节目 如果他邀请我的话 付出后心情好 历经自爆 休养期间几乎都在家里当宅女 玩电玩时间甚至高达2000个小时以上 之所以会付出 是因为婆婆妈妈粉丝热切期待 更希望可以再创事业高峰 中文新闻张凯亮胡卫婷台北采访报道